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聊苏氏的一首经典词作《永遇乐,蓬城夜宿燕子楼》 这是一首寄梦词,作于宋神宗原封元年苏氏任徐州之周史 一天夜晚,他夜宿燕子楼,在梦中梦到了一个才女官盼盼 有所感怀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词作 燕子楼剧传是唐代宪宗时期公布尚书张英为关盼盼所建 关盼盼是张尚书的爱妾,他能歌善舞,面貌娇好,谈吐不俗 自从张英去世后,关盼盼就一直独自在小楼上居住了十余年不嫁 在这首词里,苏氏用倒叙的手法记述了《惊梦有缘》 更重要的是写了对梦的感怀 把情景里溶于预,充满哲理和禅意 意尽轻旷,独厚余味悠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词 永遇乐,蓬城夜宿燕子楼 宋,苏氏 蓬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应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取港跳鱼,圆河泄露,寂寞无人见 胆如三谷,坑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 绝来小园,行便 天涯眷客,山中归路 望断故园兴眼 燕子楼空,家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绝 但有旧欢心愿,一时对 黄楼夜景,位于好叹 这首词的大意识 月光十分皎洁 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青霜 秋风送爽,犹如流水一般清凉 这青秋的夜色如此令人沉醉 环区的港湾鱼儿跳出了水面 圆圆的荷叶露珠儿晶莹流转 这样的美景却是寂寞无人见 三根鼓响,树叶飘零的身影清晰可闻 暗沉沉的梦突然惊散了 夜色茫茫,想要寻梦却是无处寻觅 到小园当中去走走 心中充满了惆怅 我是漂泊天涯的游子 已经感到十分困倦了 一心想着要归隐到山林之中去 但是顾园却摇摇在远方 望眼越穿 燕子楼空往事不复从前 家人今日又在何处 楼中空自住着燕子而已 古往今来如梦 世人何曾梦醒 只因为有新欢旧院缠绵不断 或许将来有一天也会有人对着黄州的黄楼想起我 为我发出人事变迁的长叹吧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苏氏在一开篇就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无限清幽的境地 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秋叶图景 月光如霜,洒落在地面 风吹如水,轻轻拂过人的脸颊 这清凉的感觉仿佛充满了整个夜空 驱港跳鱼,圆河泄露,寂寞无人见 鱼儿在河塘里不时地跳出水面 河叶上可见那晶莹的露珠滚动着 夜深人静,无人欣赏 这几句看似写梦,其实含义颇深 这园池中的跳鱼泄露之景 夜夜都有,可终是无人见的时候多 今天自己是偶然到来 可如果无心,那么也不会看见 这一切都是偶然 三更十分坑然的鼓声扰人清梦 秋叶深沉,落叶萨萨把人惊醒 被惊醒了的苏氏深感夜茫茫 重寻无处 在茫茫的夜色当中走遍了整个小院 无处寻梦 只有梦境和夜景相互辉映着 似真似幻,长谎,迷离 回到现实 天涯眷客,山中归路 忘断,故元兴眼 是苏氏的所判和所想 苏氏自从宋仁宗时期考中近世之后 曾在凤祥,杭州,密州等多地任职 试图波折,平凡签调 孤独寂寞之感不时向她袭来 以至于她十分向往探寻心灵上的超脱和自由 也很想要回到家乡 燕子楼空,家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这是苏氏的感慨 当年在燕子楼相依相伴 唱戏听曲的人早已不在了 一具燕子楼空,浩渺忧伤 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传递出多少人的人生失落 历史烟云和心酸凯然 时间从唐朝来到了宋朝 早已物是人非 思路虽存,思人已去 一代代人就像在一轮轮无休止的梦中流转 不管是男是女,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 都难逃风吹云散的宿命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但有旧欢心愿 观盼盼的旧欢心愿 何尝不像每个人身上的万千杯喜 人生如梦,我们又何曾梦觉 古往今来,不管是贫也好,富也好 风光无限也好,苦苦支撑也罢 人生就仿佛是一场梦 谁不是在其间欢笑着,也悲伤着 沉醉其中,难以醒来 苏氏的这首词饱含了深沉的人生感慨 也充满了人生空患的禅意 和庄子奇物论当中的庄周梦蝶 是颇为类似的哲学认同 庄周梦蝶应该是古往今来最为有名的梦了 说的是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蝴蝶非常快乐,悠然自得 一会儿梦醒了,却是僵卧在床的庄周 他疑惑了,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清代文学家张朝在《幽梦影》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庄周梦为蝴蝶,是庄周之信也 蝴蝶梦为庄周,是蝴蝶之不信也 这句话其实蛮有道理的 庄周化为蝴蝶,从喧嚣的人生走向逍遥之境 是庄周的大幸 而蝴蝶梦为庄周,从逍遥之境步入了喧嚣的尘世 恐怕很可能就是蝴蝶的悲哀了 苏世梦到观盼盼,不管是真梦到了 还是只是借助一个梦来抒发内心的感慨 它都做到了让我们流连其间去思索人生 也去品味生活 一时对,黄楼夜景,位于浩探 一如王羲之讲的 后知是经,亦由经知是息 苏世的感慨和我们去到哪个名胜古迹发出的感慨是相同的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哪里 后来的人们如果登上黄楼 可能也会想起我,谈起我吧 这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人生正如一场大梦 多少人还将在这梦中演绎数不清的欢笑和悲歌 而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豁达一些,从容一点 最后分享电影《到梦空间》里的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梦是假的,可我们在梦里却相信它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现实是真的,可是你又怎么能确定这不是另一场梦境呢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苏世的《勇于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您喜欢这首词吗? 有没有哪一句打动了您?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聊一聊 这里是志远书香,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待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待